余湘泉憔悴手露臉 大病暴瘦五公斤 余湘泉 余湘泉先前傳出 憂鬱症復發住院 金先生供應活動 緊檢憔悴病容 基本上其實因為太累了 其實因為太累了 然後看了他沒人累 我媽媽那時候 他氣喘發作 出國的時候氣喘發作 然後我爸爸又要一個人去彩排 我要帶我媽又要帶我爸 然後就可能太累了 他也有躁鬱症 也有憂鬱症 躁鬱症先發 然後憂鬱症再接著來 這不聽話嘛 醫生的藥不吃 余湘泉後來也被檢查出 寒溫肌溶解症 醫生說非常非常的危險 後來降下來一點點 突然之間又升上去 還好老天保佑 就最後終於降下來了 他的體重也跟著下降 三四公斤了 五公斤啊 你本來七十八 七十三 我對喔 七七七七七七點幾 我本來現在變成七十三 現在有在做什麼 教養生的生活嗎 休息 基本上就休息 就多休息 然後睡好就好了 不要給自己壓力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你這樣會不會出什麼 把他鼓聲 不要 哈哈 大票網友也湧入余湘天 臉書加油鼓勵 就是很多人幫我支持鼓勵啊 至少知道這些人是在支持我 我就會滿感動 你 我講過網在節目上 我希望帶給大家歡樂 你們開心我就開心 這都沒有意大了 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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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